而今天是端午廉假的最后一天 国道的交通状况呢 北部还是以国武最塞 尤其是宜兰的头城路段 时速最低一度不到20公里 另外国一国三部分的北返路段 也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 国一北向的苗栗道湖口 关西耀大西以及国武的宜兰到平陵路段 目前都是车多庸四的情形 其中苗栗道湖口以及宜兰到平陵路段呢 预计在晚上10点左右 才会逐渐疏解 而关西到大西路段 则预估在9点左右才会疏解 高工局表示 今天国道整体车流量为 115百万车公里 北返车流大约是平日的1.4倍 中部北返路段国一南屯到后里 国三竹山道中心也是车多 可能晚上8点以后才会舒缓 建议用路人上路前要看及时路况 中部破返法